大家好,我是宜蘭培訓隊的車隊經理李家慈 我們宜蘭培訓隊是一個有夢想的女孩組織的自由車隊 車隊的成員目前的年齡大概是高中到大學 是一群為了奧運所努力的一群自由車隊 我自己本身是教練的太太 那我先生對於照顧這些選手相當的不遺餘力 從選手一剛開始接觸到目前選手已經是中華隊的國手 這一路走來的辛苦我都看在眼裡 所以希望說也幫先生的忙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就是也希望這群女孩能夠圓夢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條不同的路 帶選手來今年已經是第九年 這一路上以來我們培訓隊接受過很多很多人的幫忙 也許是一包米也許是一包菜 車隊也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 那其實這個部分我們都努力在克服 也希望說還是做最真實的自己 然後做應該做的事情 這些選手這些女孩們 她們一步一腳印 用公理數每天累積自己的實力 那她們已經比以往的這個年紀的女孩 她們做了很多不同的犧牲 那她們的犧牲也是為了要讓自己有更好的未來 也許在這個過程中 她們學到的東西 遠遠超過於體能或者是成績上面的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對她們人生更大的幫助 也許未來2020、2024、2028 不知道她們還需要走多久的路 但走到那一條我們都想要到的奧運殿堂之前 這個成長對她們來講才是更珍貴的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我們培訓隊 然後聽聽這些女孩們的故事